您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桃源 新竹苗栗台中以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赤字近50亿元 耗时10年新建了高雄港旅运中心 落成启用 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自南下参加典礼 同一时间两艘邮轮带来了上千名 国际观光客靠港旅游 高雄港今年预报有百艘邮轮到港 副市长林清荣期待为高雄 带来更多的观光收入 请用紧 倒数声中行政院长陈建仁与贵宾 剪下金色彩带 废时10年建造的高雄港旅运中心 正式落成启用 以后台湾首次有游轮停泊在场口 这也是象征我正式回到了 国际游轮的市场 不只是对台湾 而且对高雄都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这也是疫情爆发 三年来高雄市重新迎接国际游轮 副市长林清荣代表市长陈基麦致辞 期待疫情趋款之后 国际游轮可以为高雄带来更多的观光效益 及海上商机 我作为一个高雄市的代表 市府是个地主 我们非常热烈的欢迎 不只是几位captain 他们所带来的旅客 通通是我们高雄的贵客 那么也相信在这个国际的旅客里面 这将会是我们最高雄市的最重要的景点 从今年的下个月四月起 名胜的十字游轮 我们也开辟了一条以高雄对印港港 我们有一共的双母港的操作的航线 确定了 这个确定的是指每一周提供 两个班次的 路线的这个流 比估前年有78个班次 航次总计可以创造至少16.8亿 这个旅游的价值 耗资51元新建的高雄港旅游中心 盛大启用 而各剧院士的挑高设计 让人一进入到旅游大厅眼睛就为之一亮 新启用的高雄港旅游中心 外观仿佛金鱼般的流线造型 搭配金属帷幕设计 走进旅游大厅挑个空间 纯白天花板简洁明亮 自动及人工通关柜台 可以依应人数弹性调整 不论是旅客或是游轮的工作人员 对新启用的旅游中心及高雄景色 都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很幸运地在这里 真的很美 高雄港预报 有百艘次的国际游轮将会到港创下历史新高 而未来南部旅客从高雄港就能搭乘游轮 轻松出国享受海上旅游的快感